不太感到和好 因為 符水難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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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跟你講 應該不會是因為 真的很棒 剛剛白菜講的一個分道 分道的一條 我們就已經嚇到了 你還講一個符水難說 他有樣學樣的 再來 再來 本來就這樣啊 所以呢 譬如說 你看 你剛剛講的 如果我女朋友 就是她很在意 我前女友的事情有沒有 但是呢 我本來就明明就不care 那 現在的女班要開始 一直X的時候 我會覺得 哇 沒有 正常說 開始守反啊 這種意思嗎 因為我不是想傷害你 那你剛剛我講說 你可以溝通 溝通跟屁啊 每次都跨屁 女人都這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是被逼的 你轉過去 溝通其實都是 溝通其實就是說服啦 我覺得是需要 對 是需要溝通 跟坦白的 就是如果被發現的話 是很坦白 那就真的沒有關係 那有什麼東西 男生常常 你們會生氣的 除了前女友的東西之外 如果說我覺得 一些色情的東西 就是因為色情的東西 是很正常的 充氣娃娃 對啊 因為他還沒結婚啦 他會那個 但其實以婚的夫妻來講 男生多多少少 還是會放 放個一兩片那種東西 這個是很正常的哦 對 這個是有跟進過調查的哦 這個是很經典的 那個人已經 對 而且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是增加夫妻之間的情趣 或者那個人已經先逝了 你知道嗎 不是 我覺得OK 我覺得做老婆的 真的看到OK OK 但是呢 我一個朋友 他老公 他不只... 他不只藏 他的手機 網路 iPad什麼 他會去下載那種東西 那很正常啊 他會定格拍照 你知道有時候 小朋友 現在小朋友回到家的時候 會拿爸爸媽媽的手機玩對不對 有一次就是定格拍照 然後小朋友在玩手機的時候 就看到了 健康教育 看到他老婆就覺得說 因為小朋友很小 小朋友大概才五六歲 他就看到女生可能上班上後 然後定格拍照 他就跟他媽媽說 爸爸手機有什麼照片 他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男生你收藏那些片子就算 你還要去放大定格拍照 這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記錄 那精采的一瞬間 沒錯 對嗎 你要捕捉鏡頭 那你幹嘛拍照呢 不就是要捕捉那精采的一瞬間嗎 對啊 我們小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沒有把書念好 在那一塊 幾乎都是模糊的 我們只要從這種 記憶跟現在 你們男生在那一塊才唸得好吧 你那一塊唸得最好了 我們那一塊以前從來不提的好不好 第十四章根本就不用講的 他那個年代 對 你那個年代 但是剛剛講的說 如果結了婚可能會需要 有小孩就更會需要了吧 對 是沒有錯 而且其實他剛才已經有幫我講解口 因為我是怕小朋友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去把它藏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為了小朋友 可能是結婚之後 或是老婆生小孩之後 如果被拒絕太多次的話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比較閒時的人物 我們需要躲去看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己的健康 那也不算給老婆壓力 對不對 真的 我不懂的是男生為什麼 色情雜誌或是A片 都要用藏的 因為那不是很正常的東西嗎 所以如果你男朋友 在你面前大累累的看色情 就是看愛情動作片 或是雜誌 你不會生氣 我的意思是他不需要藏 就是特別藏起來 他就是可能好好的擺在書 他可能看你怕到會 你看就是 就是怕你看到會自卑 我說怎麼那麼漂亮 好像有被騙 怎麼那麼大 所以我這一 原來我老 原來我老朋友喜歡這一款 這個自古以來就是 男人會藏這些東西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傳承下來 那不是辦法的東西 對不對 你不藏也是 這種東西 你能夠放到客廳桌上嗎 對啊 你跟我說 你可以放到客廳桌上嗎 那朋友來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總是要放一些比較那個 隱私的地方 個人比較隱私的嘛 來自於日本的夢多 那會藏喔 那日本人怎麼藏 我跟你講喔 不是 現在當然現在就是長大了嘛 所以不需要藏啊 就是公民真大的 就是放在房間OK 但是就是年輕的時候啊 而且年輕的時候就是比較害羞啊 有可能就是年輕的時候就是高中啊 開始就對女生有興趣的時候 就是有些就是同學們 有可能是那個 還沒到那麼的法育的發達 那就是有可能 是不是我 只有我 就是對這個 就是女生的身體有興趣啊幹嘛的 那突然就是朋友來 女生朋友來的時候 突然看到就是 欸變了 然後就是雜誌就很尷尬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床在 我是床在那個 我家的椅子有沒有 我在那個都市的時候 我就在上 我的房間是上樓 我椅子在這邊 然後就是上面有一個 Cuscant Cuscant下面 我就是床在這邊 好會長喔 沒有沒有不會 就是很好用啊 你看喔 如果 你看自己想一想 我這樣 哇哇好嗨 很慢的時候 突然媽媽媽要上來說 那個時候 很快就開始上回去 而且那個有一點就是 對自己就是 偷偷的感覺就是更興奮 我覺得男生長的 可能是從青春期 開始養成的習慣 對 因為你去學校的時候 不能給老師看到 在家不能被家長看到 而且被父母親看到 可能就會覺得 討好尷尬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 被這個環境 跟這個社會給制約了 我們其實不想長的 是被逼的要長起來的 對 沒錯 是被逼的長起來 都是你們女人的錯 對 沒有 我們真的要看人 但是如果藏了這樣東西 就是真的是男人的錯 杜力 沒有 不是男人的錯啊 不是錯 就是像你說的一樣啊 有時候你放在那邊的東西 可能有忘記它在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 像我之前有一個前女友 然後就是我 不是 我就是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床下面 但是我忘記我放在那邊 然後我們已經分手了 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我也忘記那一些東西 你知道 好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新女朋友 然後就是 我家就是唯一一個習慣 就是可能一年兩三次 我會把所有的東西移走 然後下面的灰塵 大掃子 對 把我的家弄得很乾淨 你放兩三個月都不清了 沒有 沒有 我是天天清的 但是我是可能一年兩三次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移走 對 我把所有的東西拿出來 好 然後我女朋友說 她是想要幫我 我說好啊 然後我們就先從我另外一個房間 放衣服的那個房間 整理完 然後就是開始從我的房間 好 他看我窗下面 然後發現這些東西 非常非常非常的奇怪 然後就是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我就看著他 他就看著我 我就看著他 非常尷尬 我想說 是不是他在想 是不是他不在的時候 我這些東西 我塞在我自己的身體裡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知道 非常的尷尬 他也不能說 這個是我買來給我們兩個玩的 也不行 我也不能說 這事情跟我 我用的也不行 別人用的也不行 對 要怎麼講呢 然後就 朋友激放 對 對 也不能把它 因為也沒辦法把它放在垃圾桶 或是丟掉 人家看到怎麼辦 也很尷尬 你用過了 對 可以放在鄰居的那個垃圾桶 你看我放在管理員那邊 放管理員那邊 你說男生不要藏這些東西 其實我有認識很多女生的朋友 幾乎都有這些東西 你們怎麼 你們不用藏嗎 不會 可是我覺得 還是你放廚房在砧板上面 男生藏東西藏到個習慣 他會覺得被抓包的時候 都要用謊言去cover 但其實有的時候 女生看到 例如說愛情動作片看到的時候 他會想說 怎麼跟我看得不一樣款 或者是這一部我沒有看過之類的 對 女生其實會想要知道 自己的老公或自己的另外一半 最近在觀察哪一種片子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女生的問題 因為你男生長不長 還是一樣長啊 我們不長你們找到 我們就是會被念啊 就是說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那我們真的 我們不長的話 你們也是一樣找到啊 還是會跟我們吵架啊 我之前有遇過一次是 因為我平常是不看男生手機的 所以那時候男朋友也沒有用密碼 因為我不會看嘛 所以他不需要訪我 但因為就是那時候一週年的時候 然後因為要給他一個驚喜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用他的手機設桌面 是我們的合照 所以我就傳了一張照片到他手機 然後我就打開他手機 就要去相簿裡面把那個照片弄成桌面 結果我就看到他那個相簿裡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相簿 就名稱很奇怪 所以我就好奇點進去看 因為我從來沒看過 所以突然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相簿 所以我就點進去看了以後呢 就發現裡面有 他跟前女友的親密照 多親密 而且那資料夾的名字寫說 丫頭不要看